仅仅是一份五毛钱的资料 就改变了这个中国男人的一生 他借了42万日元远渡日本学习 万万没想到银差扬错 竟然在这里打了15年的黑工 为了省钱还债 这个塑料袋做的浴盆 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 他的纪录片在日本播出后 风头直接盖过2009年底上映的阿凡达一 更有几百万的观众留言要求重播 对于日本观众如潮水般的好评 他只是云淡风轻地聊起那段捡钱的日子 我从上海出来的时候 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块 我到了日本以后 一天工资就是一千块 而且我是竞争的 除了房租就不觉得 我那竞争一千块 出生在上海的丁上彪 16岁响应号召到晚北下乡插队 在那里他认识了同来插队的姑娘陈欣欣 在那个严酷的时代背景下 两个来自上海的异性之亲 萌发出同病相怜 惺惺相惜的微妙情感 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闭床被子一对鲜艳的红色枕套 就圈定了两人的金氏姻缘 多年以后再次回到老家上海 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那个充满变革的年代生活举步为坚 因为身无半点技能 老丁只好在一家工厂的大食堂 做一名和油烟打交道的活服 靠着微薄的薪水 勉强支撑着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 人的思想总是难以揣测 有的人在面对重重生活压力面前 选择安于现状 而有的人则绞尽脑汁 想着如何才能破茧重生 老丁迫切地想要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 但此时他的年龄 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考大学 他不甘心就这样碌碌无为虚度一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花了五毛钱 买了一份日本高校招生资料 如果到那边上学 岂不是能圆了自己的大学吗 在那个年代流传着一种说法 日本大街上随处都能捡到 彩色电视机和大容量冰箱 老丁觉得这是他改变人生轨迹的绝佳机会 于是便义无反顾地告别 亲女带着从亲戚朋友借来的42万日元飞往日本 要知道这些钱 在当时可是夫妻两年15年的工资总和 而这一年老丁已经35岁 他和同行的56名中国同学 来到日本北海道一个名叫阿寒丁的地方 来之前大家都是满怀期待愁愁满志 可真到了日本学校 才发现这里就是个荒无人烟的农村 为了解决老丁一行人的住宿问题 学校直接把附近一个废弃的煤矿场改造成宿舍 更糟糕的是这里一年当中有半年时间因大雪封山 别说边供边读了 就连当地人都很难找到工作 看着形势如此严峻 老丁和部分同学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们趁着夜色摸黑步行数个小时 扒上了前往东京的列车 可等他们到了东京后 这里根本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受他们的转学申请 签证过期后 老丁也因此失去了继续待在日本的合法身份 他没有理由不放弃继续读大学的梦想 国内的母女过着水深火热的艰苦生活 以及高筑的外展 老丁思索再三还是决定留下来打零工 一是可以赚钱偿还债务 二是攒钱工女儿读书完成自己的大学梦 随后的生活里老丁像街道使命一般拼命工作 上午在厂里做操作工 下午在商场做保洁 下班后又赶到饭店刷盘子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 他每天过得战战兢兢 生怕被发现后前返回国 每天干完工作回到家都是深夜 有时候赶不上末班车就沿着铁轨抹黑走回去 老丁租住的房子在房东家的阁楼 为了不吵到房东而被扫地出门 每次上楼时他都会点起脚尖 平时为了省钱 他在菜市场都是捡最便宜的蔬菜买 晚上回到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饭准备第二天中午的便当 接着用一块塑料布围在厨房 靠近水龙头的地方洗澡 老丁说环境艰苦不要紧 主要是没有浴室的房子房租便宜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八年 在这漫长的打工生涯中老丁也倍感估计 每天不是在打零工就是在打零工的路上 他的生活单调乏味也很少有自己的社交 出租房内除了几件垃圾堆里捡来的家具 就只有一张女儿十岁时的照片最为珍贵 当初离开上海时女儿还是小学生 如今八年过去女儿已经上了高中 无数个难熬的夜晚里都是靠着女儿的照片支撑着 他每天都在思念着家人 可身处一国他乡无法做好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 为此他感到无比的自责 但想到女儿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 他又坚定了起来 在日本打工八年不回家 老婆直接怀疑他在那边有了人 老丁真是百口莫辩 这些年来自己赚的每一分辛苦钱都寄回了家 这地中海的发型可不比韩国欧把吃香 老丁心里很清楚自己在日本没有合法身份 一旦回国就再也别想回来了 妻子陈欣欣无法体会他的苦衷 因为这八年里他也一直在忍受着亲朋好友的非议 老丁寄回来的钱除了全部用来还债 剩下的都存起来作为女儿的教育基金 除了要照顾女儿学习 她还在一家针织厂上班 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地维持家庭开销 母女二人住在上海洋谱区的一间老房子内 晚上睡觉他们就挤在一张床上 这些年来妻子几乎很少买新衣服 更别说化妆品了 做饭的时候要到楼下公共厨房才行 女儿放假在家的时候 她就买点好菜给她补补 一人在家吃饭时就煮点清水面条对付一下 长期艰苦奋斗的日子把她硬生生地逼成了女汉子 小到衣服缝缝补补大到换灯泡修水龙头都不在话下 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忍受着孤独 她很难不埋怨丈夫的自私行为 然而这一切的不理解终究还是被一段录像所化解 因老丁委托 导演从日本带回一段记录她每天日常的采访 母女二人坐在沙发上观看时已经泣不成声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老丁在日本竟然过得如此艰苦 原来老丁一直惦记着他们母女俩 女儿过生日时她还专门在广播电台点了一首歌曲 她希望这首歌能给女儿带去温暖 让她知道其实父爱一直都在 每当女儿叮咛想爸爸时 她就会 因为老丁的默默付出和鼓励让丁琳的语意更加丰满 高考结束后她考上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当妻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老丁时 两人对着电话喜极而泣 转眼丁琳就要赴美流血 因为中途在日本转机可以停留24小时 这也就意味着丁琳终于可以和爸爸见上一面 机场送别时 面对即将告别的女儿陈欣欣没有流泪 可当女儿背过身潮里走时 她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往外流 这样的离别场景和当初老丁去日本时如出一辙 丁琳怀着激动的心情准备和父亲见面 但由于老丁没有身份证不能去机场接机 所以他们相约在了地铁站 丁琳在车厢内一眼就看到了站在站台等待的父亲 曾经幻想过的热情拥抱在此刻只有彼此无言的微笑 八年未见 曾经总是黏着爸爸的小棉袄已经长得比自己还高 看着女儿长出了几根白头发她心疼不已 此刻她对女儿的爱都能具象到极致 老丁带着女儿来到自己打工的饭店 并向同事们骄傲地介绍女儿即将去美国留学 晚上回到出租屋内 她叮嘱女儿去了那边至关好好学习 她和母亲会站在身后坐坚强的后盾 但女儿提议让她回国和母亲团聚自己可以边攻边堵 老丁说自己现在回去肯定不习惯 其实只是想让女儿把时间都放在学习上 短暂的相聚即将迎来告别 妇女二人坐在地铁上一路无言 在进机场的前一站老丁下了车 同样的车站同样的站台 丁玲完全不敢转头看父亲 因为她知道一个回头两人肯定都会哭成泪人 父亲如此沉重地付出 唯有努力读书才能对得起这份爱 从这一刻开始 一家三口将分隔在地球的三个国度各自飘零 恢复往日的平静后老丁依然没日没夜地打工 岁月蹉跎这一干又是几年过去了 快50岁的老丁牙齿开始松动体力也大不如以前 为了在这里有功可打 她自费参加岗位技能培训并拿到了五本技术资格证书 有了这些证书至少不会被轻易辞退 此时远在国内的陈欣欣每年都在申请去美国的签证 前五年的时间里被拒了十次 终于在第六年十二次申请时通过 十三年没有和丈夫见面 她也想着通过在日本转机和老丁相聚片刻 在理发店给自己做了个时尚的发型 还在裁缝店里订了套洋气的衣服 老丁得知老婆要来日本激动不已 除了给床上换了一套新的被单 出了结婚时妻子缝制的红色枕套 分离十几年 这对名义上的老夫老妻彼此见面时不是热烈的拥抱 而是内敛的相识一笑 老丁默默地接过妻子手中的行李往前推行 看着那个曾经壮实的小伙已经有些勾楼 陈欣欣心里一阵酸楚 老丁想过重逢后的千言万语 可真见面时却无从表达 他转头凝视着妻子心里五味杂陈 看着他容颜不在的脸颊有幸福也有愧疚 老丁带着妻子来到自己出租屋内 还是一如既往的简梦 不过今晚他不再孤单 稀看丈夫住了十多年的房子 他知道老丁一个人过得苦 但没想到这么苦 那阵阵的心酸涌上心头化成了连呈现的泪水 他拿起毛巾感慨着生活不易 这次妻子能在日本停留三天时间 老丁早已为两人的旅行规划好了线路 他带着妻子四处游玩 看樱花上美景 仿佛两人又回到了当初恋爱时的场景 十几年的分别很漫长 但三天的团聚时间却很短暂 又到了送别亲人了 和五年前送别女儿的场景一模一样 同样的列车 同样提前一站下车 同样隔着窗户不敢看向对方 就这样没有拥抱没有挥手 从此又得天个一方 老丁看着列车载着心爱的人 急迟而去久久失了身 也许每次的分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吧 转眼又过去了两年 女儿丁玲在美国完成了医学博士学业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 她没有辜负父母的寄托 15年时间老丁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是时候结束望不到头的黑宫生涯和妻子团聚 在回国的飞机上 老丁望着窗外的城市感慨万分 15年的大好时光全部奉献在这里 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心酸 她双手何时真情流露 为逝去的岁月和坎坷的命运做最后的告别 作为一个努力追求梦想的人 她无怨无悔 这部寒泪活着的纪录片 是导演张立琳跟拍十年的绝佳之作 当年在日本上映时影响非凡 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 被泪水冲刷的荡然无存 也许很多人会为老丁这十几年感到不止 背景离乡忙忙碌碌为子女而活 但这不就是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的缩影吗 一代一代的付出一代一代的传承 只为让我们的后代过上更好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